簡書有提議說 你有沒有說 或是原來的發言 為什麼當時沒有侵犯人 這個時候民進黨不要再多講話 因為民進黨也不是無辜的 我現在變成正義實責 就是因為多的是9000萬才有今天這個貪污案 因為多出來錢幹什麼 就是回闊 我現在是不曉得倒立分的多少人 這要查下去 11個票 劉淑慧也說是您把這個 台式光養成金積姆的 民進黨議員簡書 昨天在節目上說民眾黨的北市議員 四位議員曾經跟台聚光的相關人員吃過飯 至於會不會是過重甚密 這部分你有想過到 大家要不要紮紮看 民進黨跟台聚光吃飯的有多少 上安市記者問我這個問題 我說我最近才跟蔡英文吃過飯 所以 我最討厭這一種 穿著護費 含沙攝影 含雪噴人 哇這種手法實在是 好啦不要再講人家壞話 點數還有提議說 就是您有說過 你仁賣的八年 為什麼當時沒有立案調查 這個是這樣啦 其實我跟你講 我覺得這個時候民進黨不要再多講話 查出來你們的人也會比較少啦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提出彈書的是國民黨加民進黨 民進黨不是無辜的 吼絕有的 呼應的 是國民黨加民進黨 你們民進黨也不是無辜的 哇怎麼現在變成 正義實責 怎麼回事啊 國民黨的議員有書會也說 如果您認為母約有問題的話 為什麼簽這麼多子約 他說是您把這個 臺志光養成金積母的 那另外關於保齡案的部分 這一個 第一點喔 關於臺志光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這樣 一開始那個約就很怪 因為他是流標六次到第七次才簽 所以那個是簽得很勉強 那我們在內部做了非常多的檢討 從技術層面 一直到法律層面做很多檢討 但是這樣啦 所以最後我才在我們會議裡面講說 這到底是笨還是壞 笨的話就是說 他們怎麼不知道說整個網路 網路這個產業 的發展的未來趨勢 老實講 這種三七產品變化速度這麼快 一次要簽25年 這是 這是 不太符合我們在 實務上面的想像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那個約簽成這個樣子 我們 我還是那一句話啦 中華民國還是一個法制的國家 也不能說他簽了 郝龍斌簽了奧義上來看 我說這怪怪的 然後就全部不認賬把他推翻 因為這樣他去法院告我還是輸啊 因為這個都有法律嘛 而且也不能說 如果對方還沒有 你不能說我懷疑你會做壞事 問題這個還是個無罪推定的國家嘛 你要真的做壞事被抓到 所以我當時怎麼辦 就把他盯著看 那些議員來自的壓力 我親自替那些局長扛啊 然後我說 市長自己去開專案會議了 會議幾乎還自己寫一寫 再自己蓋帳嘛 因為我們就盡我們的力量去保護那些 舉數不要受到太大的壓力 我能夠做只能做到這樣啊 而且那個公文都寫這麼清楚 說請大家 今天我跟你講今天如果在的話 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你怎麼會同樣的費率 我4.6億你變5.5億 怎麼會 這都很奇怪 這才是重點嘛 所以後來我倒覺得啦 蔣市府那個 講一大堆 我覺得沒有必要 那個錯就錯了 看怎麼收拾 這樣就好了 我沒有說 我態度是這樣啦 抱怨沒有用 把問題解決 今天蔣市府是在解決問題嘛 每天製造更多的問題 每天一直講一直講 重點就一句話嘛 費率是柯文哲定的 那為什麼柯文哲的預算是4.6億 你講的話他們變成5.5億 多了9千萬 就是因為多了9千萬才有今天這個貪負案嘛 因為這多出來的錢幹什麼 就是回扣嘛 回扣就是有人拿著再拿去分給大家嘛 我現在是不曉得到底分了多少人 我也不曉得檢察官最要怎麼查 這要查下去有11個票 11個票 也有20個票 你們兩個人 你們兩個人 等一下 我們不曉得 你們的貪責 我們剛才能夠